作者 耳根 眼波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脉 226级 大树 玉岛 在这密室之下 则是一处地下灵脉 这灵脉虽说不大 但让艺人来修炼 却是奢侈得难以想象 丹药 烹酒不缺 一应丹药 只要他提出 藤家便会以各种方式 为他取来 功法 藤酒有很多 各派功法只要他想看 藤家便会以各种方式 为他取来 法宝 藤酒拥有极多 而且每一件 都是原鹰级法宝 女人 藤酒更是不缺 只要他需要 藤家便会在第一时间 送上无数具备一定修为的女子 一供他息事 一切的一切 都不需要藤酒操心 这就是身为核心族人 可以享受的一切 他的任务只有一个 那就是修炼 修炼 再修炼 王林的身子飘在半空 以他的神识 立刻清晰地看到 在这片沙丘地下 有一间密室 密室内之人 就是他的猎物 此人修为是他所见 藤家出藤化园之外 第一个原因修士 除了修为之外 这人身上更是 有一股强烈的杀气 凝聚不散 若非经历了种种杀截 旁人很难拥有这等杀气 虽说比之王林的杀气 还要低上几个档次 但此人的杀气 却是比之修魔海的一些魔修 还要重上几分 王林嘴角一动 这个藤家族人 倒是让他双眼一亮 要知道 成为魔头的首要条件 就是要具备一股凶性 凶性越大 那么成为魔头之后 所展现出的威力 便越恐怖 王林右手掐绝 漠然间像地面一按 顿时啊 整个沙丘之地上 出现了一个手掌之印 在阵阵轰隆声中啊 那手印越来越深 齐齐向下暗去 藤九身在密室内 突然睁开双眼 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整个身子一闪 消失在密室之内 在他身子消失的瞬间 整间密室 轰然间 砰的一下坍塌 大量的沙土流下 形成了一个 深坑漩涡 藤九出现时啊 依然身在半括 他目光露出强烈的沙鸡 低头看了眼密室后 毫不保留地 把沙气提高至极限 盯着王林 王林目光闪动 望着眼前 这个沙鸡四起的青年 若是以此人炼制魔头 定然可以成为 他所有魔头中 最具威力的一个 这青年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看了王林身后 那密密麻麻的尸体一眼 二话不说 转身就跑 骑速飞快 几乎一闪间 便消失无影 王林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身子向前一送 鸡翅而去 紧追不上 藤九一口气啊 跑出千里 但身后的那种危机感 却始终不断 这种危机感 让他有些心惊肉跳 这种感觉越加强烈 最终啊 藤九目光一闪 拍了下储物袋 漠然间手中之上 出现了一颗灰色的珠子 这颗珠子被他瞬间记起 向着身后扔去 王林几乎在对方 拍储物袋的瞬间 已然拿出劲番 一斗之下 顿时从其内 飞出十道进气 在他身前形成一道防墓 与此同时 珠子落在防墓之上 在阵阵轰隆声中 爆炸开了 藤九脸上 没有露出半点喜色 反而越加凝重 速度更快 那种危机感 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更重 他正顿走间 忽然有种 寒毛乍现之感 整个人几乎 没有任何犹豫 迅速斜转身子 只见一道红色的闪电 从他身旁 几乎贴身 一闪而过 藤九眼中露出恐惧之色 从那道红色闪电之中 他感受到了一股 死亡的味道 他相信 若非在他关键时刻 闪动 一旦被这闪电击中 那么下场 只有死路一条 正是 他尚未来得及庆幸 只见一连串 上百道红色闪电 突然间 在他身体四周 一一浮现 上下左右 把他全部退路 封死 藤九身体一僵 不敢再飞 而是缓缓转过身子 望向王林 沉声说道 前辈 在下愿意任您为主 以后 众生永不背叛 愿意送上浑血 以作保障 王林盯着藤九 缓缓地摇了摇头 并未说话 而是神石一动 顿时 在藤九四周的红色闪电 慢慢地收缩 藤九额头见憾 他立刻从储物袋内 拿出数件法宝 一一寄出 但却没有一件 可以从这些 红色闪电之内冲出 纷纷都是在碰到 闪电的瞬间 他印在旗上的神石破碎 法宝从半空落下 每当一件法宝之上的 神石碎你 他脑中都会一阵刺痛 渐渐地 他脸上骇然之色 越加浓郁 你必须要死 因为你姓疼 王林的声音 不疾不虚地传来 与此同时 一丝若有若无的煞气 从王林身上扩散而出 藤九身子一动 双眼顿时红了起来 他疯狂地怒吼 冲向一处 但就在他身子 与红色闪电碰撞的瞬间 他立刻惨叫一声 并未死亡 只是身子立刻萎靡下来 王林怎么舍得杀这样的一个未来的魔头呢 他嘴角露出微笑 以藤家之人炼制魔头 一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在红色闪电不断的逼近中 藤九的心血彻底崩溃 在这种死亡的不断危压中 他产生了一种绝望之感 这种感觉越来越距离 就在达到极致 使得他将要遂应自爆之时 王林目光一闪 身子顿时从文兽上冲出 没有任何阻隔地进入红色闪电之内 右手掐在了藤九的喉骨 狠狠地一用力 但听咔咔一声 藤九双眼突起 露出一丝绝望 气绝身亡 几乎是在他死亡的瞬间 王林的左手掐着古怪法觉 按在了藤九的天灵之上 以吞魂名义 守你魂魄 一道红色的光芒 从藤九天灵之上飘出 这红芒一出现 正要逃走 被王林一手抓住 扔在了一杆 崭新的魂旗之内 顺手把藤九的尸体 向后一扔 王林颇为满意地 看了手中魂旗一眼 要知道 王林曾经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 如在狱外战场那样 拥有数之不尽的魔头大军 如此一来 他便可以在修真界彻底立足 即便是遇到修为高过他者 也依然不惧 只是 能成为魔头的魂魄 实在太少了 在王林的刻意寻找下 四百年的时间 不算藤九之魂 他也只是找到了三个罢了 许立国是人为制作 有着很多缺陷 若非许立国与其他魔头 有所区别 其神志已开 王林早就顺手灭掉 喂养其他魔头了 第二魔头 在初期啊 王林倒也颇为满意 此魔凶性很强 但随着他修为的提升 此魔头虽说速度快 但威力啊 确实不大 很多时候 无法起到作用 第三魔头 是以灵源魂魄激烈 威力尚可 但其凶性确实不够 这三个魔头啊 与王林心目中 域外战场 那争鸣无比 横行一片的幽魂 有着很大的差距 都不是王林心中 真正满意之物 但 现在却不一样了 若是这魂旗内的魂魄 炼成魔头 无论是凶性还是实力 定然都是上等之选 即便是比不上 真正的野生游魂 但却也相差不多 若是其他几个核心弟子 也均都是如此人物 那么 腾化员 王某倒真要感谢你 为我培养了这么多 上等的魔头 王林喃喃自语 双眼冒出亮光 二话不说 向着下一个核心弟子 闭关之地杀去 神识中啊 其他六个核心弟子 除了一个在赵国 与邻国边界的 一动不动外 剩下的五个 已然一一离开了 闭关之地 显然想要回到腾家城 若是在没看到腾九之前呢 王林或许会让其 进入腾家城 然后统一展开杀戮 但此时啊 见识了腾九的好处后 王林岂能放过 这些未来的魔头呢 文兽的速度虽快 但已然无法满足 王林的需求 这一次啊 他从储物袋内 拿出一瓶丹药 一口吞了下去 随后他双眼冒光 身子从文兽上跃起 速度展开至极限 向着距离最近的一个冲去 腾八不疾不虚地 飞在半空 他的目光平静 没有任何紧张之感 实际上 他本不想回到腾家城 但近日来啊 连连杀戮 给所有腾家族人 造成了极大的恐慌 最重要的是啊 腾家老祖居然对此事 不闻不问 自始至终 没有从腾家城 离开半步 如此一来 此事就显得有些诡异了 这才是腾八准备 回腾家城一看的 重要原因 他一边飞行 一边神石散开 四处观察 若是有什么风吹草动 他会立刻做出反应 实际上 腾八不认为 那个杀死腾家 大量族人的修士 会有胆量找自己的麻烦 毕竟对方所杀之人 最高也就是杰丹七罢了 这些事情 腾八自认 若是自己 也可以轻松做的 毕竟 他的修为 已然达到了 原因中期 这样的修为 使得他在整个赵国 都可以随意走动 即便是那些后期的老怪 腾八虽然实力不济 但内心呢 却是并不畏惧 若说整个赵国 他畏惧之人呢 只有两个 这两个人 第一个 并非腾化元 而是腾一 腾化元只能排在第二 腾一在他心目中啊 那就是一个噩梦 甚至一想到 他身体便会生起 阵阵寒暗 除了二人之外 他不畏惧任何人 他心里甚至有些期待 那神秘人 最好出现在他面前 腾八 这个名字 他是第五任使用者 也就是说 几乎许久以来 所有挑战他的人呢 全部没有成功 都被他一一杀死 正飞行间 突然呢 腾八目光一凝 抬头望天 只见天空渐渐变黑 被一层黑幕笼罩 他内心一动 正要加速飞行 突然呢 他的双眼瞳孔一收 在他的前方 无声无息地 出现了一个白发男子 腾八 内心一震 要知道啊 他神识一直散开 但却一点也没有发现此人 这足以证明 对方的神识 远远地超过自己 但 神识强大 并不代表神通惊人 腾八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一拍楚无带 从其内迅速飞出一把把飞剑 这些飞剑呢 腾在他身前 越来越多 仿佛他的楚无带 是一个无底洞一般 随着一把把飞剑出现 他对面的那个白发青年 始终没有任何举动 只是其目光啊 却是让腾八极为厌恶 王林盯着腾八 他的双眼越来越亮 死人的杀气 比之前那人更重几分 只不过他已然学会了隐藏 所以 并未太过显露而出 他嘴角一动 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 身子慢慢向前走去 腾八轻横一声 双眼寒芒一闪 右手掐绝 向着王林的一指 顿时啊 在他身体四周 所有的飞剑 全部发出剑鸣 漠然间 齐齐向着王林冲去 王林眼中露出一丝 讥讽之色 在那些飞剑飞来的瞬间呢 他身子一晃 神石吞噬 漠然间离体而出 化作一滩巨大的黑幕 猛地扑了上去 那些飞剑呢 刚一碰到这黑幕 便立刻失去了光芒 一一从半空摔下 作者 耳根 眼波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远